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看看川普现在在日本的访问已经结束 现在可以说这次川普和安倍之间表现出的表面上的姿态是非常的热络 而且已经是给予了川普国王般的待遇 那么这个表面之下是不是有一些双方的交锋 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的一些矛盾 比如说是在贸易谈判方面仍然是双方的各持立场 而且没有发表共同的宣言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么习近平预计可能在今年六月对日本的访问 究竟是不是会存在一些节外生枝的这种状况 这待会儿要跟大家进行梳理 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在就是说美中两国的有两个美女主播 一位叫做Trish Reagan 她是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播 那么另外一位是中国央视的刘欣 他们二位现在是吵得一塌糊涂 在推特上或者说通过节目隔空在互相的在互怼 那么双方的已经是立下了这个战术 要在这个本周四进行这个约架 或者说进行一番这个辩论 对两国这个贸易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进行一番辩论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呢 美国在高调的开高台湾的地位 我们知道最近有几件事情 包括这个博尔顿和李大为的这个会晤等等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会导致这个蔡英文呢 现在是大胆的进行这种挑战 对中共进行挑战 那么这都是我们今天的要讨论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台湾的著名的视频家 政论家陈郭祥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 乔木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的这个时评人士 媒体人 乔木博士 乔博士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呢 就现在进入第一个主题啊 我们看看川普对日本这个 访问啊 这次访问啊 可以说已经是 创下了啊 就美国总统访日的 就所得到待遇的 应该说是最高的待遇之一了 因为他这个安排的内容 非常的 有这种意味在其中 包括他这个到了日本之后啊 随即就到了美国駐日本大使馆 和日本的商界人士进行 一番会晤 当时呢 他也说到了 日本占了美国的便宜 这个调子呢 几乎和对中国的这种调子是一样的 而且认为呢 当然语气比较柔和 毕竟呢 是这个客场作战嘛 那么说的比较柔和 说啊 也这可能就是啊 你们喜欢美国的原因 但是今后呢 那么这种 应该说两国这种贸易关系 要变得比较公平一些 这个话中有话 那么之后呢 他又参加了和这个安倍的这种高尔夫球的这个之旅啊 安倍也是表现的这个面子给足啊 全程陪同 而且是驾车 在高尔夫球场呢 给这个川普打个下手啊 那么川普啊 感觉呢 这个意犹为机啊 看看这个现在这个画面 正好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 这个邂逅啊 双方的这种交流非常的顺畅 似乎感觉很顺畅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这个种正式会谈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呢 啊 现场的画面呢 还有他们这种会谈的内容呢 尤其是在贸易方面 可以说川安倍呢 并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 安倍在这个问题上咬得非常紧啊 没有松口 也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这种亲热 包括啊 吃这个铁板烧啊 这个似乎感觉呢 川普还有一些不乐意 不高兴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个 把这个铁板烧递给他的 而且呢 这是让人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日本是作为礼仪之邦啊 也是礼仪之邦啊 结果这个在就餐顺序上呢 出现了这种纰漏啊 有失很失礼的样子 那么所以说这次访问呢 我之前我的感觉就说 川普这次对日本的访问 安倍其人呢 对他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 或者说表面文章做的比较足 但实质呢 内容他不会让步 我看来这个结果呢 好像还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么他现在呢 双方也没有签署这种共同的一个联合声明啊 宣言啊等等 一概没有啊 也就是说 川普在视察了这个 日本的这个准航母出云号之后呢 也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日本的这个行程啊 通过阿拉斯加就回到这个华盛顿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可能还在路上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二位呢 聊一聊自己的这种观感 那么现在日本的这种做法到底是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啊 我就我个人感觉我的观察 安倍气人实际上的是啊 虽然表面上对川普是啊 唯命是从啊 这个忍辱负重啊 包括前段时间防四月份防美的时候啊 居然被赶到这个红地毯之外啊 那么这些呢 他都能够咽下这口气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岳王勾建和无王夫差的之间这种故事 我觉得川普对对他这样的一个对手 似乎是啊 感觉是预取预求啊 似乎是很不在意啊 很不看重 而且呢 这安倍本人呢 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是比较强的 他有意呢 就是而且是在关键问题上 他并没有做出让步 那么这样一来习近平到日本去 到底是一件好事呢 还是说会遭遇一些他意想不到的 或者说是一种冷热不均的问题 或者日本对中国这种看法是不是因为川普的来访 就变得要疏远中国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郭祥先生 这个川普访问日本 紧接着这个习近平 你要访问日本 那么这两个强国都要访问日本 它中间是有关联性的 这关联性就是说 美国现在对日本和中国大陆都给予非常大的压力 当然对中国大陆压力是高过日本 所以这个两国呢 他们就希望能够相互 能够抱团 相互资源 然后缓和这个美国的压力 所以去年10月间 这个安倍到中国大陆 反问的时候 突破了多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僵局 那么他的思维是两点 第一点 他就是要夹中共 夹中国以制作 来缩缓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的压力 那么第二个呢 中国大陆现在开展了 包括一带一路 以及其他的国际的经济的合作 那么日本认为他有合作的空间 所以他用委买的方式加入一带一路 因为日本有非常丰富的国际合作的经验 那么同时一带一路 也可以带来很多的商机 所以日本也希望参与 那么同时呢 他带了500个日本企业家 去这个中国大陆访问 而且签订了百亿美金的合同 那么这个就是一方面要加强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关系 特别是国际性的经济合作 另外一方面 他要舒缓美国跟日本 未来贸易战之后 日本承受的压力 以及贸易上的一些困难 他需要有一个舒缓的一个管道 所以中国大陆接受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日本也愿意配合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习近平面对美国的非常尖锐的一种贸易战的压力 他必须寻求各种澳元 其中最可能的澳元就是日本 因为中日之间贸易非常的这个量非常大 将来要这个疏散出口的管道 就是出口多元化 日本是很好的出入 同时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上的封杀 科技上的封杀 日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补充 可以替代 所以这个美国的压力之下 中国大陆更要紧紧的去拉住日本 一直在这样的双方都有共同需求的情况之下 所以两国发展出比较紧密的那种经济合作关系 特别是今年习近平要两次访问日本 那么他们在美国共同的压力之下 应该会进一步循迹合作 但是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是大大不同的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可以说微妙而脆弱 两边有相互需求是很微妙的关系 但是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 那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微妙而坚定 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本质上是非常坚定的 除了经济关系之外 安全上的关系 国安上的关系非常紧密 那么同时呢 这个两国的领袖确实有比较好的施交 可是呢 贸易战的问题 美国对日本也是咄咄逼人 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维密的关系上面 日本希望缓和美国的压力 但是呢川普现在答应就说我七月再来谈 七月再来谈有两个时间上考虑 第一个日本有参议员的选举 参议员选举特别是美国要求的农业方面的放宽 美国的进口 那么这个对选择总体很大 所以这个川普给这个安倍一个面子 一个考量 就七月以后再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共大陆习近平跟这个川普 也会在6月底在日本的大阪见面 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究竟会怎么发展 那么也是可以作为后续跟日本贸易谈判的一个借禁 一个参考 所以他愿意也在七月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跟中国的贸易战 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之后 再进一步跟日本谈 所以这一次两国的贸易战算是交换意见 没有达成一个实质结论 这个都一切到七月才见分赃了 这个我觉得陈先生 包括乔默 我们看看就现在有个事实 就是说最近习近平这几天 已经是连续数天没有露面了 那么习近平这个神隐出现过几次 每次这个神隐之后 似乎都弄出一些动静来 那么现在他现在几天没有露面 那么我的感觉似乎一方面可能和贸易战 有关系 现在提出了新的酒瓶 所谓中共人民日报的新酒瓶等等 那么现在出台之后 大家这种反响也是褒贬不一 另外一方面我想的 当然和下面的话题有关系 台湾方向是不是有些考虑 因为他一般的这种神隐 肯定是在琢磨一些事 或者说一些大事 包括他有些这种效仿 当年毛泽东在这个小山的滴水洞 一身影就身影了很长时间 几十天 那么这个后来呢 就搬出了这个文革这部大戏 那么这都是有历史的这种迹象可循的 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也可能和这个日本的 现在这种川普和安倍这个会面有关 我们继续先聊一聊这个川普和安倍的会面 就说现在呢 我觉得安倍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真正是一个勉里藏针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对 当然他是作为安心界的外孙呢 包括他这一系列 我觉得他这种主体 或者说民族主义这种情绪还是很强烈的 而且是很顽强的 骨子里呢 他实际上也曾经表达过 对美国的这种控制的这种不满 或者说呢 他们对这代人 或者说他的这个家族这代人 包括应该说他的安心界 是一个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曾经也是战犯 那么对于 我刚才说到这个勾建和夫差的这样的这个比喻 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他 尤其我看到他一张照片 就是说和川普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 他那个张照片 他的眼神当中是非常的坚毅的一种 就是说表情非常的凝重 但是非常的坚毅 那么这个和他在私下场合的和包括川普打高尔夫球 我觉得是完全 我觉得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面子给足了 但是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呢 而且经过美中这一场贸易混战呢 我觉得安倍也更加熟悉了 或者看清了川普这些套路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套路 那么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同时我美联社有一篇报道认为呢 就说用尽世界上最华丽的磁造 都无法掩盖安倍和川普两人 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那么这篇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 乔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 先讲这个美日关系 再讲你提到的这个安倍的这种心态 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有民族主义 甚至受到他这个军国主义分子 外公的影响的这样一个政治家的一些想法 首先来看这个美日关系来说 我觉得这次川普访日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每一个效果呢是递解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解决这个我叫做川普和安倍秀恩爱 每日秀恩爱 这个秀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成功 不管是下轻性的动作 还是一些场面 比如你提到的这个打高尔夫球 两人 你想一个领导人至于飞那么远 飞十几个小时就没打高尔夫球吗 哪不能打 所以他主要就想通过这个象征器的 这个休闲的轻松的举动来象征两国关系 非常好 然后呢 紧接着他们去什么呢 看这个日本的国际大相铺 川普亲自拿起这个重几十公斤的一个大奖杯 给这个观众 给冠军颁奖 这都是非常好的文化清和的行动 紧接着呢 晚上又共进晚餐 他们两对夫妇一起共进晚餐 所以第一个秀恩爱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呢 向两国 向世人呢 宣示两国关系非常好的 你们不要瞎猜疑 第二个呢 强调了 再次巩固两国这个牢不可破的安全关系 这个秀得也非常成功 比如说川普去这个美军的横须货基地 在日本的基地去视察 然后呢 去看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 来强调两国的合作 以及呢 亲自登上这个日本的总航母 加贺号 这都是强调两国牢不可破的 这么多少年以来的这种安全同盟关系 这个我觉得秀得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是贸易问题 现在看来也没有太大的进展 但是呢 也没有闹出太大的麻烦 还是老问题存在 最主要的就是说 日本要开放他的农产品市场 这么多少年来 日本不开放农产品市场 那么过去呢 美国还可以忍受 现在呢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震撼 中国现在买了美国的农产品 农业减少的话 那么美国更希望日本能开放 能让他进去 但日本多少年来对美国的农产品 是一个结局的保护 不许大家进入 此外 中国美国在制裁中国这些贸易战的时候 也希望日本能配合 不要掉链子 我们知道在90年以后 89年以后 美国联合西方国家 有个对中国的一轮野铺的制裁 但是我们知道关键时刻 日本先开了剑 开松了宝 所以说那个制裁 过了两年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那么这次呢 我想川普也是第三方面就想把这个 在前两个基础上能把经贸问题能有所推进 但是从现在来看日本人很精明 我可以跟你搞好关系 我可以跟你接着安全同盟 但是经济问题上绝不让步 现在看来经济方面没有太实际性的进展 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美日关系和这个日中美中关系是没法比的 这两个关系 两个国家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 但是不是说这个里边就没有一些麻烦呢 你刚才提到 安倍在日本是一个非常有威望 从这几年连续来执政来看 他可能是最近几年比较少 应该已经是最长的 那执政是一些最长的手下 而且呢国内的一些法律啊 加税啊什么都通过了 包括在议会里面都是支持的 但是安倍这个人从上台的时候 大家公认为有很强的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情节 不仅仅是他的外公 是这个当年的战犯 爱新建当年的手下战犯 国际法庭审判的战犯 而且安倍本人我记得有个像这些的动作 他在刚上台的时候惹出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去观看那个叫一个叫零号故事吧 这个是当年纪念一个日本的战争片 为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宣扬的一个故事片 讲纪念当年那个 讲这个当年日本这个 如何驾驶这个零号战战斗机 去做这个神风特工赶死队啊 他作为一个首相 他亲自去看这个电影 而且呢这个散场以后发表感言啊鼓掌了 这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啊 作为安倍来说 历史上也啊 这个日本也辉煌过啊 东亚的大国啊 七八十年以前跟美国是白手腕啊 决于死战 但是呢最后是被美国彻底打趴下 那么现在呢日本啊心里面肯定是不服气的 但是呢似乎也拿美国没奈何啊 但我小次为领导人来说啊 虽然关系很好 但明显你感觉到安倍似乎是小弟在求着美国 特别你提到上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 安倍啊 这种考虑战略 他心里面我想肯定是不舒服的 但现在就面临着他一个情怀跟现实的一个空静啊 所以表面的关系我想一定要维持到 而且会维持得更好 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说乔木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最近这个日本官方正式提出要求啊 这个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说不能再叫做这个深奏阿北 而是叫做阿北深奏 就是按照这种亚洲人的这种把信放在前面 这个民放在后面这种顺序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东西 我们在翻译这个日本人一直有 我知道我有好多日本朋友一直有这个看法 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 在防美的时候都统一把信放在前面 毛泽东啊 孟静高啊 基金也不叫近平习 偏偏为什么到日本整理 就把这个日本在国内跟我们一样的 都是把信在前名在后 怎么一跟美国打交道 就把信放到后面 觉得这个不符合日本的传统 已经跟中国的对等啊 是啊 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信号 虽然这事并不大 也不大不小这么件事 但是我觉得就传递出都是一种 日本的这种民族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回潮 或者说他这种主体意识逐渐在回潮 我觉得就是因为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安倍第一任期 2006年的这个10月 他首次出访 这是打破历来的常规 首次出访选择的中国 那么当时呢 他对中国应该说 后来包括他的一些继任者 包括福田康夫啊 包括这个旧山游记府等等 和中国关系都是相当热络 当然后来的美国应该说 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美国是出了手来做一些动作 把这种势头给打下去了 但是呢我觉得安倍这个人 我觉得就是一种明显的 或者说你说川普是笑面虎 我觉得他更是笑里藏刀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对美国的这种 我觉得尤其是 纯粹是一种利用 我觉得他对美国是一种利用 他对美国并没有太 太深的这种渊源 或者说这种好感 包括你说你说这个 可能现在这个日皇啊 德人呢 现在令和时代这个啊 开启这个德人天皇的这个时代呢 他的这个日皇和这个川普的会面 倒是显得整个是啊 几乎就是想用这英文 是全程来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对于安倍来说 我觉得他倒没有这么 和美国这么大的这种 他当然他在美国也待过也学过啊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他本人因为 由于他这种家族的啊 或者说他所受的这种 这代人所受的这种教育 或者说他的这种 军国主义的这种苗头 或者这种思想 那么现在我觉得呢 可能和中共呢 又有这种暗通款取 双方呢又有这种像啊 比如说像当年的这种 这个中共和这个 清华的这个日军之间的 这种很微妙的一种 或者说是一种 互相利用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现在有这种苗头 陈先生你是不是有这种 看法或者有自己 其他这种观感 恩贝这个人 他在日本被归类为 右翼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家族的奄源 就是日本属于啊 所谓军国主义这一系 那么实际上 他带领日本的这些年了 他是积极的啊 一方面要提振日本经济 另一方面他要让日本 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化的国家 所以正常化国家 他就希望能够修改宪法 让日本啊成为一个啊 能够正常的行使啊 国防啊 和军事实力 和对外啊 用兵这样的一个国家嘛 那么基本上的用意就让日本啊 成为一个啊 能够在经济强盛之外 在军事上面 在外交上面 又举足轻重啊 对外的影响力的国家嘛 所以川普 所以安倍他这个政策啊 是一步一步的推进啊 一步一步的要往这个所谓的 一种正常化国家来推进 但是阻力非常大啊 因为日本啊 在二次大战啊 吃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之后 很多人民记忆游身 而且受到这个教训 所以他认很多人认为 不应该在走上啊 军国主约路 至少不应该在啊 这个啊 把这和平宪法啊 改变 那么这个是川倍 安倍他的这个想法 那么其实啊 刚刚现任的日本的原来天皇 对安倍的路线也非常不满意啊 他觉得安倍没有记取 二次大战的深刻的教训啊 居然啊 还要积极的啊 互兴日本的这个强势的军事啊 这个这个军国主义的那种思维啊 所以他非常不不以为 他经常是啊 用含蓄的方法来点破啊 来表达他的不苟同啊 所以实际上安倍是个非常啊 算是右翼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至于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他刚掌权的时候 那么就跟习近平见了面 但习近平也臭脸啊 啊 灭向他 他的路线啊 还是对于战争的历史责任 他不愿意承认 而且积极的还是创改教科书 而且还是在这个所谓的钓鱼台啊 这问题上面啊 这还是坚决的啊 非常强硬的立场啊 所以跟中国呢 有一个非常啊 尖锐冲突 所以中国大陆也一直啊 对于这个所谓的钓鱼岛啊 进行这个军事上的一个啊 巡回的一个啊 一个操练啊 那么这就是给日本施压了啊 那么所以这几年来 中日关系是非常不好的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倍掌权 他的路线就是啊 亲美远中啊 亲美远中啊 嗯 我有些不同看法 我有些不同看法 我不认为就是他一 尤其他的第二任期 我觉得有些作秀的成分 他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购导 所以当时那个购导 是和这个呃 这个这个民 呃 恰恰是民主党 这个这个日本民主党政府 是是开启的 那么他的后来也就是说 呃 是因为他第一任期呢 的确是和中国走得比较近的 呃 我们看到他这个第一次 当首相的时候 06年第一次当首相 当然当了 当时是很短嘛 一年不到就就就就 呃 而然下台了 那么后来 这个人也很厉害 又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有东山再起 而且这次当 一当当了 可能就超出了这个 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 这个任期的这个历史记录了 呃 而且呢 在国内的 他也是一步一步稳步推进 那么日本这和平宪法 是不是能够被修改 我觉得现在呢 也是一个 呃 应该说 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并不认为他当 一直是用着这种亲美 呃 远中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想方设法的 就是想弄出一些自己的一种 呃 实际上还是要突出日本的这种主体地位 我觉得 呃 或者说摆脱 嗯 我倒插一句 我觉得日本要跟中国疏远 其实也蛮难的啊 就是啊 现在美国呢 想利用日本啊 在这个对华的贸易战 特别是阶级制裁里面来配合他啊 首先呢 这两个国家之间 日本对美国有巨大的盛差 就是日本也像中国一样 出口到美国的非常多 买美国的非常少啊 所以日本很难配合他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 日本跟中国的贸易也特别有意思啊 日本对中国也是巨大的顺差 也是卖的多买的少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对中国强硬呢 中国也可以反制你啊 啊 中国拿美国没办法 有时候拿日本是可以的 我不买你的东西 是 我不买你的东西 那不像这个美国啊 美国是不行了 说我不买中国的东西 所以等于日本是两头 马嘎打狼两头受气 是不是 加上呢 他跟中国离得这么近 地约优势上 你真把中国惹毛了 中国惹不起美国 还惹不起你日本啊 因为毕竟两国离得太远近了 民族主义啊 立神院啊 用个什么 我们不说贸易制裁 一个旅游啊 现在大家的游客啊 这种各种经济的交流 文化交流 甚至搞一个什么 东海的飞大野戏啊 所以我觉得日本呢 恐怕不会跟中国 尽管他意识潜态上啊 政治制度上跟中国真的不待戒啊 非常戚戚败坏 但是又无可奈何 所以两国这种关系 我觉得从89以来到现在 即使说我们说句话 有日中日关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但是你说好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中美关系在变了 过去认为呢 中美关系差不到哪去 现在看来是非常差了 那么要再想好 恐怕很难了 这是我一个看法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这个第一话题先放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这个所谓这个辩论嘛 刚才说就是说这个 中美之间你刚才说到这个关系 可能好也好不到哪 好也好不到哪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 可能会往更糟的这种态势进去发展 那么最新的一个态势呢 就是两国的这个 两位大主播 英文的这个 中国央视的英文的这个节目的 主播刘欣呢 和这个美国福克斯 新闻台的Trish Reagan 这两位美女主播呢 两个人互相不待见了 而且呢是互下这种战表啊 那么现在立下战表是本周三 美东时间的晚上 那么这个 Trish Reagan呢 要请这个刘欣来 到他的节目上 两个人面对面的 来一番这种辩论 就像我们的节目辩论一样 我们再给观众说一下 我们这个结论是一个辩论性的节目 那么有些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这种争吵啊 争论啊 那么他们二位呢 我估计这个本周三的这个 当然中国时间是已经是到周四了 所以中国方面的说是周四月价 月价到周四 那么实际上是 美国时间的周三晚上 黄金时间 他这个节目当中呢 要进行一番辩论 因为这个具体情况 因为乔木 你是这个媒体业的这个专业人士 你对这个话题呢 我想请您呢 来进行一番解读 这个我不光说题啊 而且我跟央视国际台啊 因为我过去做过中国新闻奖 长江汤风奖的评委 在中国做了北极八卦大学 八年的国际新闻传播的主任 所以和他们这个搞外宣的 还是相当熟啊 了解到一些背景啊 内幕啊 这个事情呢 充满了看点啊 因为传统上来说 中国的外宣都是自娱自乐 自说自话 是不是啊 不太做缩头乌龟啊 我只教我的 我很少跟你去别弄交锋啊 就像你看新闻发言啊 很少接受提问啊 赵本学科的啊 领导人也是出去了 没有稿子都不太会讲话的 因为咱们的外宣啊 中国的外宣 某主意义上来说 他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啊 加上政治上不民主 他首先这个气就短啊 不像西方包括印度 他都觉得我是民主的 我就敢跟你讲啊 所以中国是很少 硬的硬碰硬接这种茬的 但是这次呢 是可能是少些的一次例外啊 对我的了解呢 是中国方面啊 有意经过调野挑选了啊 吹士雷根啊 就李根女士这个这个人 这个目标啊 我的最新内幕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的有她的特点 但是也有她的一些缺陷 就是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中美贸易方面的专家 她说白了 就是说以这种言论出位 对对对对 她在一些基本的调研 一些数据啊 特别对基础财务 掌握方面 有好多缺陷啊 她更多的 不仅仅是她 我想人们这次 只说以感兴趣 这次辩论 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啊 就我大家不太愿意 讲的一个看点 就是两位都是美女啊 我们知道在新闻方面来说 女性啊 三大新闻看点吧 一个woman啊 一个w女性 一个是w罪行 叫个money啊 财富 永远是大家最爱看的嘛 所以大家不注意上 就看这两位女性的别弄 那么中国为什么在那么多的 那个美国的财机评论人啊 实质评论人 新闻主播里面挑中的这个女士呢 他们觉得这个女士的抵用也罢 她的这种对中美情况的掌握来罢 是不如其他主持人的 刚好呢 这方面由新的团队要胜她一筹 特别在外语表现台风方面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看 可能会占点上风 我们看第一回合的辩论来说 这个 应该说她是 对 Trace Reagan的确她是太情绪化 太太情绪化 如果你真的懂英语 真的懂英语 了解两国的东西在哪的话 你会发现 刘欣世纪是这样的上风的 她抓住了对方 打的一些关键说句的失误 那么这个女的呢 你不懂英语的话 你看她的形象 她是1467岁了 但是呢 金发币也非常的来吸引人 但实际上她说的话 尽管很流利 英语是她的母语了 但是你去看俩人的内容的质料来说 如果听得懂英语的话 刘欣世纪的内容质料要胜于她一筹的 她的用词 而且我就注意到 吹吹跟她说到这个 你这整个是对美国女性的这种侮辱 我们美国女性就是这样 怎么了 她这个原话是这样的 刘欣说你讲话 充满了这种情绪化 删情 反而你作为一个主事来说 标榜这个客观公正 你不能删情 删情并不好 你毕竟不是娱乐节目 但是呢 这个女的就接过来了 说 我就删情了 怎么着 只要这个情绪是真的就可以 我们女孩 美国女孩就这样说话的 美国女人就是这样 让我想起来 那个台湾你们 这个成功一下 你们台湾一个57岁的女孩 也是这样说话的 就让人很逗 是不是 这就失去了一个专业主持人的 一个客观公正的风格了 我们如果把 大家很有意思 在看这个流星的时候 更多作为一个严肃的 时政的节目的评论人来看 那么看这个Change Lee Reagan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看什么 看娱乐节目 因为他满嘴跑火车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且太多的微表情 操手弄自 捋头发 眼睛冒光 我觉得这些都会干扰人 一些判断 是不是 但说白了 大家说白了 对外行 对不懂英语的观众 或者对这个事情来到 不感兴趣的 他其实不就是看这个颜值吗 这是我一个看法 好 郭湘先生 郭湘先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乔木先生讲 第一次交锋 刘欣显然占了上风 我觉得确实如此 因为这有两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 美国的电视 是比较是商业电视 所以这个主持人 他外表重要 然后他的内容 也是非常的善情 然后讨好观众 特别是胡志电商 属于右派的一个 保守派的一个媒体 所以他很多内容 实际上是充满了偏见 他讨好这些右翼人士的喜好 但是他杂实的内容 是远远不足的 所以他确实是情绪化 而且是对中国充满了偏见 什么中国每年 用这个盗取美国的 这个智慧财产权 获取6000亿美金的一个利润 然后偷了美国的钱 这种种的说法 他充满了一种歧视 那么中国的这个主播呢 尽管他受政治这个框架的拘束 但是中国电视的本质还是比较严肃的 既然是严肃 所以他的主持人 一般是比较有内涵的 所以这是刘欣也展现出他的内涵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题材上面 中国确实有跟美国的主播 辩驳的余地 如果现在讲的是自由啊 民主啊 人权这个问题的这个辩论 那么中国可能是具以下风了 你很难跟这个美国的主播来好好的辩论 因为立足在一个不平等的立足点上面 你为言识上面 你一定是具弱势 那么可是这次辩论的主题不是自由民主人权 这中国的弱项 而是贸易战 这贸易战呢 各有各的道理 所以就是说 可攻击的地方 各有各的这个道理 理据 有有的理据 那么这是美国川普总统 他们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 可受攻击之处也很多呀 尽管中国有很多地方确实是 这个占人家便宜 不跟国际接轨 不守国际的规则 有种种的问题 可以受攻击 但是川普这个霸道 那么这个而且是利用美国的强势力量去压迫别的国家 而且用极限施压 然后夸大不实 这种种的这个作为一个攻击的借口 这些呢 美国的说辞确实有可以攻击的地方 所以中国这次发动这一个 我们讲公关战争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胜算很大 而且是让过去那种回避问题 或者是刚刚乔木先生讲的 只自说自爽 这样的一个做法 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你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跟国际上其他的方面的人 其他国家的媒体 做辩论 那么你的声音就可以传达出去 你的这个道理就可以让人家了解 所以这次呢 是个非常好的一种公关战争 也是彻底的改变了 中国过去的对内宣传 强于对外宣传这样的一个弱点 但同时我觉得这个当中也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说到这个 这次可能是一种公关 但是这种公关也有一定的冒险性 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中共方面这种 乔木你刚才说 这是有可能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外宣 或者说这些宣传机构这些人 做出了一个研判 就是说呢 这个可能风险性是比较小的 那么毕竟是在这个 Trice Reagan的节目当中 做这个辩论 而不是在流星的节目当中做辩论 如果说在流星的节目当中做辩论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大胆的举动 就是让美国人来 我就跟你说了 而且原话一个字不能少 那么现在呢 因为在美国的电视节目当中 做这种辩论呢 完全中共可以做一个掐头去尾 或者说把这些不利的这些话 或者说这种进行删解 你说 它是直播节目 直播节目是不能够修改的 但是中国的民众看不到 他们中国并没有说要同意直播 看到也没有意义 这是个英语节目 英语在中国节目又有几个人看了 流星没有几个人知道 除了我们也有几个国际新闻 绝大多是故事道理 它不是个娱乐 也不是个中文节目 但是呢 我想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根据我的内幕了解 我跟那个央视和中国外学高层了解 这个并不是说可能要利用这个 是一定的 他们确认的 你从他们解释来看 当这个Tress Reagan发出这个挑战 他在节目里面指明倒戏的说 让你来定时间 地点来跟我来改辩论吗 第一时间 就说可以啊 我跟你约在下周一 倒是Tress Reason的说 周一我们放假不方便 加上有团队的准备啊 定在了周三 所以中国方面是有意选定了 这样一点就找这个女性啊 来作为辩论对象 中国认为在内容 如果过了语言观的话 流行的语言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国际大学的 他南军的嘛 而且中国这样的学霸一级的 这种主持人要跟美国 要靠学美来出了名的 而且更大胆的言论来吸引观众 并没有太多内涵的人来说 他们觉得有胜算的 而且刚才陈国祥先生 讲了一点非常重要 双方这次也可能 现在就谈贸易问题 而不讲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流行一个最大的劣势 就是说底气不足 为什么呢 你媒体不自由 政治不民主 如果瑞根抬到这些方面 那可能就没法说了 他肯定就输了 甚至中国方面也不希望他去别弄 但是如果是谈贸易本身 这个我想 可能墙外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来说 可能觉得这个让中国难堪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观众来说 是支持流行的 为什么呢 就冲 我记得 这个在里根的节目里面 有两点 作为我一个 持不同政界的中国人 也不能接受的 第一点 他引用了一个错误的数字 他说 美国每年 被中国投资了 六千亿美元的 这个知识察觉损失 这个数字是有误的 这是全球的 而不是中国一家的 第二个 即使是 即使是 六千亿是 对的 但是也说的也是 仅仅是 全世界 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 是每一个人 包括我当年在大陆的教书 也就是奉出 每个农民工 每一个工人 每一个商人的付出 这个绝对不是靠偷 你想一想 生活中一个人可以靠偷 他过上一年的 两年的好日子 他不可能说靠偷 过上二年的好日子 没有一个国家靠偷 过去这个葡萄牙 西班牙靠掠夺 倒是维持了 不后来也衰落了吗 最终起来的还是英国 美国 这要有制造业 有原创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对中国的指责 是有点过空的 第二个 他有一个导向 是一个非常 美国人优越 西方人优越这个意识 他提到什么呢 说你们美国的 中国人的经济增长 对我们美国造成了巨大 对美国的安全 构成了威胁 这个叫什么道理吗 拿到就你能增长 我们不能增长吗 而且他提了一个数字 他拿出一个图表说 在过去的20年 中国的经济 糊糊的在增长 过去只有美国的 几十分之一 那么现在呢 是美国的三分之二 他就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能理解呢 当美国人每天 挣多少钱 是那么高的工资 干个小吃 要喝三杯咖啡的时候 中国人都在 勤勤勤勤勤的干活 忍受这种非常 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环境的代价 低人权的代价 这是那一方面 但毕竟中国人 在努力的做 凭什么 就是中国人 就不能富起来 所以我觉得 他有一种 这种意识 就是傲慢的意识 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哪怕有不同的政治 这个观点 也会不能接受的 因为你没有讲 百事实讲道理 所以我想 中国也就是看中 这方面 既有一些数字方面的 贸易问题 相对是中性 既有数字方面的优势 又有这种 类优民族主义 这种优势 所以不谈民主 自由人权的话 是完全跟他 可以一变的 这是我一个看法 好 我们今天第二话题 那就先到这 接下来我们聊聊 现在台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不断的升温 而且是升到了一个 应该说已经是 踩了底线的 那么中共方面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为什么说 现在习近平这个神隐 和这个事情连起来 因为陆康回复 应该说相对来说 相当的柔和 仅仅就是连嘴杖 似乎都没有打的 这种意愿 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上周六 现在台湾驻美机构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正式更名为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那么台湾总统蔡文 就表示 新的名称来自 美台之间的共识 象征了两者之间的 这种关系的紧密 那么这样一来 同时我们看到 现在博尔顿 又和李大维 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 这一系列的动作 应该说让中共方面 肯定是在严密的 在关注 或者是认为 已经是到了一个 某种的 做出反应的一种时刻 但是突然 外交部的发言人 陆康这个发言很软 让人感觉到 这当中有一些问题 往往这种软的 这种背后 可能就会酝酿的一些 尤其再加上习近平这些天 又在身影 很长时间没露面 从江西估计是回来之后 再就没有公开露面过 那么这之间是不是意味着 有一些什么新的动作 或者新的考虑在其中 秦坚人 我想这个整个台美关系 实际上是中美台的 三角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而且是台湾是距离 比较弱小 比较被动的一方 那么中美关系 是主軸 那么美国会这一次 对台湾采取这些友善的措施 基本上并不是台湾 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外交上的一种成就 或者是台湾突然有更变得 更有什么军事上 政治上或者经济上价值 那纯粹是中美两国 战略对抗下的一个产物 所以不但美国的这个行政机构 对于台湾呢 这个非常的这个采取 诸多了友善的措施 那美国的国会 以400多票比0票 通过台湾的保证法 所以也是这个两党一致 行政部门跟国会一致 那么对台湾 给予最友善的一个待遇 这是台湾跟美国断交 40年来最温暖 台湾感受到美国对台湾 最给力 而且最支持台湾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 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施压 它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里头 比如说把华为啊这些纳进来 也就是一种施压的手段 像川普最近讲说 华为问题可以纳入中美贸易谈判呢 他就是要 把华为这个事情 把它严重化 那么台湾问题一不如此 他对台湾的友善 或者积极的对台湾呢 给予这个比较 几乎已经进入到准官方的关系 半官方关系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是把台湾当作一个旗子来运用 当作一个砝码来对中共施压了 那么这样一个措施呢 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强烈的反应 但是呢 我想中共的想法应该是说 他现在不要被多利分了 他应该聚焦于贸易战 甚至这个华为 这个被科技封杀 产生的一个严重的局面 那么台湾问题 如果再引导进来 成为中美交锋的一个重点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是被多利分 同时让美国在战略上面 确实能够用台湾 把问题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中共现在 避免问题复杂化 所以我看他是暂时 先把这问题搁在一边 但是长久来讲 长久来讲 美国跟台湾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 对中共而言 对大陆而言 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他极其不希望 这个台湾变成是美国 运作上的一个重要的筹码 所以现在美国跟台湾 发展出这么紧密的关系 对中国大陆而言 对中共政局政权而言 他是不能够忍受的 那么因为一再的他们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那么这核心问题 现在被拿来积极的运用 对中共而言 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而且是对长远的战略利益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台湾被美国运作的结果 固然在外交上 有新的局面出现 安全上可能大家觉得 有新的保护的力量 可是更多的人是担忧 担忧台湾这样子成为 被运作的棋子之后 那么将来是不是会激怒中共呢 是不是会中共对台湾的一个 统一的压力 会有更有紧迫感呢 或者是他要拿台湾来治美国呢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台湾的人看待这个问题呢 有人喜 有人是忧 我想长远来看 应该是 不是那么全然的欢喜的 是是 那么这个我也想到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 可能中共现在避免是两线作战 贸易战是一方面 那么台湾这方面在出现问题 可能是弄得更加被动 那么我的感觉可能有点不同 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相互利用的 就是说中共方面可以也用台湾问题的 施加这种压力的来 让美国方面呢 一方面呢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呢 可能采取一些比较柔和 或者说是一种 不要再继续踩踏这个所谓的红线 或者是这种底线 因为底线踩踏的多了 那么这个底线也就不复存在了 尤其是这个中共一再说的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呀等等 那么如果说那你这个当然这个法律当中 这个条文呢是比较含糊的 留有空间的 那么什么叫这个重大事件 或者说台独的这种外部势力 这种介络等等 那么这个 但是如果说一再的这种 这种嘴杖老实打嘴杖呢 那么后来那么估计时间的推移呢 你这个底线也就不成其为底线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可能还恰恰相反 有可能用台湾问题呢向美国的反向施压 那么来来疏解这个贸易战的这种压力 乔姆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其实我不太想看 为什么呢 我是做媒体的过去写装栏写文章 我发现台湾问题是个毒药 只要你一讲台湾问题 这个阅读量收视率啊 点击量都很低 就华人啊不太感兴趣台湾话题 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兴趣 其实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谈的呢 两方面来看 第一 台湾非常民主 比美国还民主 而且民生福利社会公正 比美国要解决的非常好 但是呢 第二方面 你说台湾有这么几个问题 大陆人认为好像是 谈了谈下去你也不会改变 第一 台湾肯定不敢独立 你美国再强大 只要中国在旁边 有核弹有飞弹离得近啊 你不能独立 第二个 美国你再咱们知道 你也不敢跟台湾戒交 而且当年1979年 是美国主动跟台湾断交的 现在即管美国呢 机场去训斥那些中美洲 拉丁美洲 那些小国家 你怎么又跟台湾断交了 跟大陆戒交了 那你美国首先就跟台湾断交了 是不是 这点美国 你别看他这个高关系 这次这个国家学校助理 应该是四把手的吧 夏大雨 总统副总统 国务卿 下来就是国家学校 政府的四把手 那你就再怎么戒 白云的怎么样 你敢跟台湾戒交吗 你敢跟大陆断交吗 所以这个大陆人 这点又掌握了 而且呢 台湾也绝对加入不了联合国 尽管台湾一直在支持 甚至我本身也支持 台湾加入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 国际卫生组织啊 这样的一些 专业性的机构 但是大陆压得很厉害 而且大陆 它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只要它有否决钱 你就进不去 所以你会发现 这么多年 台湾都得吵吵嚷嚷嚷了半天 在大陆过去 经济 军事 高分级都不行的情况下 好像这个问题是个热点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较量 你会发现 虽然水也动不了水 但是几个底线是明白的 台湾你不敢独立 美国 大陆也不敢打台湾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美国也不会说怎么样 你倒想的第二点 我觉得有可能 现在随着中国的强势 特别像这样 有野兮的一个领导人 习近平 取消了任期 就想做长期领导人 一个习近平 他更有可能 在他任期上 完成毛泽东未完成的事业 就是解放台湾 这个时候 他反而过来 以台制美 过去的话 我们叫做美国 一直叫做以台制华 是不是 是不是拿台湾 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高丸 时刻把你捏住 你怎么崛起呢 那么习近平呢 这个吃把硬了 底气足了 他说贸易战 很可能解决什么呢 你如果贸易战 把中国逼得太紧了 我在东海 我在台湾问题上搞你一下 我搞飞大演戏 我搞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这个反过来 习近平倒有可能 以台制制美 另外一个 从中国现在 民族主义的学校来说 包括你看一些报纸 军方来说 从技术上来说 解决台湾 他们觉得好像是很简单的事 不是说是一天两天 可能就分分秒秒 几个小时就解决了 所以现在台湾问题来说 我觉得 对于我们搞国际评论的 好像不是个热点 所以你看我 你看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 比刚才中美贸易 包括主播变录 要非常带定多 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即使说的太多 可能台湾人也不爱听 大陆人也不爱听 这是我也看 现在有一个 刚刚讲 为什么美国对台湾 积极拉拢 中国大陆反应 非常的淡定 没有强烈反应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目前台湾 已经进入政治上的 一个选举期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如果说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 采取比较强悍的措施的话 很可能就是让这个选票 倒向民进党 让民进党能够鱼翁得利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采取比较稳妥的措施 也就是在台湾 这个两岸关系问题上面 尽量不要有太多动作 不要太强烈的言论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台湾能够在比较平衡的状态中 去选举 而平衡的状态 对国民党 或者是武党籍是有利的 如果挑起反中国大陆激情 两岸关系紧绷的话 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而如果2020年 再由民进党执政的话 那中国大陆可能感觉到 台湾的民心 已经难以收服 那么和平统一 如果没有希望 那么一定会进入到两岸 高度紧张对立 甚至兵容相近的局面 那么这个不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 我想中共立场还是希望 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头 能够继续的推进统一的大际 那么这最好 就国民党的候选人 甚至武党籍来当选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两岸的一个和平环境 能够带来交流合作的一个深化 中共各种会台措施 也能够发芽 那么这样子有助于将来的和平统一 而不必用到强制的手段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中国大陆也考量到 台湾进入政治的敏感时期 所以不应该对于两岸关系相关的问题 或台美关系深温的问题 做太多强烈的发言跟动作 现在来看台湾面临着很尴尬的境地 就是在过去二十年以前 台湾对大陆人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因为他的经济好 四小龙非常好 华人社会建立了非常好的经济繁荣 这是他的优势 后来在八九以后 台湾这个民主 台湾民主化的变化 特别是跟中国八九后的这种专制 现在鲜明的反差 台湾的民主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最近的二十年 最近的几年 台湾的情况就变化了 因为台湾经济本身面临着一些麻烦 加上他岛内为了选举 你会发现各种牌兜打 有时候有些人就愿意跟大陆搞勾兑 投资贸易 有些民进党 光打民主牌 当然是他的经济不太提气 那国民党有时候为了经济 为了选战 又跟共产党暗通团取 所以现在面对台湾 好像对中国民众来说 没有太强的吸引力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表现出 大陆方面对台湾有一些冷淡 觉得兴趣不大 而且大陆人现在有一种情节 就是说好像什么台关 中台关系 中欧中日关系 都不在话下 中国现在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 所以这也是导致台湾的一个中台关系 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我们有关这个话题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三个时钟话题讨论就已经结束 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在线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希望在YouTube频道上搜索明镜火拍 为我们今天大新闻节目的点赞分享 同时留下自己的观感 再次感谢二位嘉宾 陈国强先生和乔木博士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再见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Minjin News 连书 Facebook.com